原来你知道中国有些人弄那个红酒的 那个价钱都不合理的 我跟你说就是一万块钱 甚至十万块钱一瓶就喝 现在呢他不是没有这个钱 但是好像这次这疫情一来 他慢慢就觉得 他前几年活得像个肥皂泡 正像我父母的规矩 就从小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爸妈买一个超过十块美元的瓶酒 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自然规律 有啊 就说什么东西 钟摆啊 不能到顶 所以我就说从来没有这个就是值得一万块钱一瓶的酒 所以谁说这个一万块钱一瓶的红酒 是比一个十块钱的红酒 是一个不懂的人才知道 才以价格评论吗 对啊 是做生意的人是这样 其实规模论就是这样讲啊 他说比如说一些 他所有东西都在扩张 他自然的所有的生命 所有东西他都是在扩张扩张扩张 但问题是你这个扩张的速度得有 你的这个所有的链条上面 每一个环节得跟上这个扩张的速度 那么你比如说你一个城市在发展 你的经济活动在发展 人的口味在发展 他要花这个一万块钱的酒 他要去喝对吧 那么你后面就有一大套东西得跟上 他得有人不断的供应这个一万块钱的酒 这葡萄这什么什么东西得 得根据他这个速度不断的得跟上 但实际上他可能是跟不上的 他可能到后头只能其实是一千块钱的 九百年一万块钱 当这种东西他不匹配的时候 当这个每一个链条上的速度不再匹配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规律会突然出现中断 就今年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一些挫折 我觉得我也年过半百了 也可能是我经历衰退了 我觉得但是 但是我现在就老觉得活的好知足 就比如说原来人们哪怕你喜欢泡疤 你是全方位的觉得 至于玩意通宵吗 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多余的时间 说娱乐是多余的时间 你都53了 我跟年轻人不同 反正你知道到了我这个岁数 我就觉得 你就身体上的制约 你也开始感觉到了 你年轻的时候 你这个熬夜 比如说现在年 没反应 没反应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中风吗 年纪轻轻的就会中风吗 我觉得人有一种穷奢极欲的倾向 不见得是大富豪 我看有些这个年轻孩子 他这个晚上不爱睡觉啊 就有点穷奢极欲 就是纵容嘛 有什么就挥霍什么 就不想睡就挥霍嘛 就不睡啊 就是但是 其实他我就说啊 他还他还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没到一个时候 等他可能到了一个年龄 他就会终于追到他 终于追到他了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哎呦 但你不要怪他们 你注意到没有 99%的老人 都是挺早睡觉的 我就想我们可能也会慢慢的变得 谁都会早睡早起 帅老的什么就是无可避免的 就是你慢慢意识到了这个限制 这个限制 天是有限制的 其实我发现时间现在真的过得越来越快 再闭眼睛就没了 真的 但是这个时间是我们控制不住的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所有边境地区古的名字 大多数都是安定 平安 安宁 他就是希望皇帝就希望周围边境平安 古代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中心 然后现在慢慢地有了联合国 大家就知道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刚才我们不是三个人在照相吗 我们说谁站中间 我们叫C位吗 他就我又给你解释什么是C位重要的人 他就说重要的人站哪都是C位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软实力的概念 你的国家不管在地球的哪一个部分 你有软实力 可以有我的话影响你就是C位 真的你知道就是 你像我们这一行里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也很可笑 这个主持人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在台下他这个名争暗斗 他就要站在某个位置上 站在某个位置上他就很重要 这是一种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 他还默默唧唧的就 站在哪 我在这 然后如果旁边人不说一个理由 比如有时候旁边人会说一个理由 说对不起我是分头 我这个头这拍 这是我好的一边 不是我的一边 我在中间 对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古代的时候他们也说的就是谁了解世界 谁了解他人就是有知识 谁了解自己就是有指挥 人啊当然都很重视自己的位置 就中国过去讲啊叫德不配位 就比如说你这个人的为人 咱们也可以加上实力吧 才能 你要不配这个第一名啊 不配这个C位啊 其实呢你一辈子活的啊 不会快乐的 因为你你心里虚啊 处女做就是很难受的 别人就夸你多好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做一道菜他说啊很好吃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的 你还是一样不快乐 我只知道别人夸我没夸好 所以你是和C位 你没看到我做的多好 对对对 你说的不对不是那道菜 是这道菜 我只觉得你夸我夸的不够是吧 所以你应该在C位 你看你现在这个叫叫喵门声的 你看又站到了C位 这就是你的本能你知道吗 喵门声唧唧唧趁着你们俩聊天 喵门声唧唧站到了C位 但是我不要在C位了 我现在要在W位 什么意思 WC吗 对 WC刚才像那个你 W是我们行天下就是像C型啊 C型啊 West Go West 接下来咱们就在这个 WC的 现在潮流女士买单 你知道吗 支持 你能养我们一辈子吗 这叫什么 那叫甜配 甜配 你知道那个字文言文里都有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能饮一杯五里面那个 这个字怎么说的 这个红泥绿什么小火锅 维炉小火锅是吧 绿衣是吧 新酒 那个古诗念一念 绿以新陪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心一非五 他好像这红泥小火锅 红泥小火锅 哈哈哈哈 嗯 真好喝 混在一起吃 吃那个东西就好吃 好吃 好吃 嗯 好吃 这个花花也挺好吃的 这个花花也挺好吃的 嗯 这个花花也挺好吃的 这个花花也挺好吃的 这边还有 我还看大了 掰一点就好了 哎 用什么油炸呢 我们这边的菜籽油 最好吃的还是这个 这个三枝菜 这是毛耳朵吗 这个也叫毛耳朵 也叫花花 花花 哦 我听说过 青海的花花啊 还有这个 这个叫翻跟头 我们这边叫翻跟头 也是花花 翻跟头 就是把面 然后翻一下 哦 翻一下 也是花花的一种 对 这个呢 我们这边叫牛起来的 这叫它牛牛 牛起来的 牛牛 哦 这叫牛牛 这叫花花 那边就是麻花 麻花 散子 麻花 散子 哎呦 你别看咱们这一点一点的 我觉得今天咱们积攒了 惊人的热量 你知道吗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啊 可以 为什么人都知道它都是面粉做的 啊 但为什么会想吃这种不同花样的 看着好看就可以吃 很诱人的东西都会吃 很什么的东西 诱人 诱人 哦 哦 主食 主食的诱惑太可怕了 明白 哎 烧土豆 太好了 哎呀 烧土豆来了 哇塞 这地方 这是薯片 哦 哎呦 金光闪闪啊 哦 这就是眼镜阿娘 哦 你就是眼镜阿娘 谢谢 他刚才说这叫炕 炕土豆 什么意思 上炕的炕啊 对 是上炕的炕 放到火上炕出来的 哦 辣椒 我们青海人吃的话 就加的那个蒜 蒜末 我喜欢吃蒜末 那您加一块尝尝吧 尝尝吧 罗朗最爱吃烤土豆 各种土豆的东西都爱吃 对对 放放放 能放的都放 都想吃 有想吃我就可以拿两块尝尝啊 自己做的辣菜 自己做的 就跟外头那些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从来 我从来没吃过辣椒 这个好吃吗 这个特别好吃 我拿一遍啊 这个特别好吃 嗯 特别好吃 这个 这个里面有辣椒粉 有自然粉 有自然粉 这里面有十多种调料 特别好吃 真的 这个特别好吃 嗯 那好吃 对 买一方这个路上吃这个 对 最好吃 吃米饭 哎呦 再给我放这个调料 我觉得这调料怎么这么好吃 喜欢吃这个东西 你就喜欢吃 我就喜欢吃 因为有胖 我就喜欢吃 对 吃这个就肯定容易棒 对 我们刚开始就是用了多少种土豆 才研究出来 有的洋芋椒 有的洋芋炸出来 不干 不脆 也不香 啊 还是挺多种的 就是你自己起的棉花椅 因为我是眼睛阿娘买 我们亲爱人都叫阿娘买 我们少数女人 女人他们都叫阿娘 那男人叫什么 我们叫阿爸呗 那我眼睛阿爸 对 眼睛阿爸 眼睛阿爸 我在旁边看一下 你别靠得多近 就觉得你可以拿到 这个香料的配方 眼睛阿爸 你再吃一块吧 不过我天天到你这儿来 我就变土豆了 你也好 你看我们亲爱人都像土豆 谢谢 眼睛阿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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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你吃吧 真的特别好吃 我已经觉得裤子 开始发紧了 这不行了 旁边那个阿姨 一开始就问 你们拍他给多少钱 不是说收多少钱还是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 他那意思是这个眼睛阿娘 肯定是给了我们钱了 做广告 俄朗真的是很善良 那刚才一个细节 你看旁边那一家 我们没有人去拍人家 对吧 他说我就心里很难过 谢谢 也是土豆的吗 这个呢 这个也是土豆的 谢谢 谢谢 还挺脆的 可以买一小包吗 可以 可以 您放一小包 可以 可以 就放一点料吗 没够够够够 没事 拿上你拿上 也别别付钱 别付钱 别付钱 必须 必须 同行 非常支持 谢谢 谢谢啊 然后我看另外就刚好在隔壁 然后他在那儿 一直站在那儿 一直站在那儿 我看他的 他脸色也不是特别开心的 就觉得 什么一切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我可以做一点点小事情 就过去跟他焦虑 也许我这一辈子 再也看不到那个人了 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人 也可以是我吗 可以是我奶奶 可以是我姐姐 都是站在那儿 就是为了养一个家庭 做一个事情的 这就是罗老 我的天哪 有时候这人高尚的 我能自残行贿 你知道吗 所以我希望我出去的时候 就是稍微公平一点 特别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他有这种同理心 你知道吗 对 这是当今我们最缺乏 也最需要的一种同理 对 对 对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害怕会得病 当然了 嗯 你呢 还好 我就觉得像做梦 你觉得美国人 为什么那么不怕 自私 这个肯定是跟总统有关系的 他一直在说 这个就是假的什么什么 他一直在说这些事情 肯定是有很多人 就希望可以听到这个话 就像别人就说 哎抽烟不会伤害你的身体 我记得之前就是有那个沃尔玛特 你知道吗 那个那个超市 然后就有人说 我看了一个一个截图 他就说 跟那个客服讲的 他说 你现在的要求就是 我们去那边购买东西 必须得戴一个口罩 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侵入到 就是就是感受到 我们自己本身的权利吗 他说这个是我们的规定 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他说 那这个就是影响到 我自己的权利 他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规定 是影响到你的权利 比如说 你不可以拿一个苹果甜 然后放回去的 对 也是影响到你的权利 你的自由的 对 但是他说 然后这个人就说 有必要这么 这么一个 一个样子说话吗 跟我说话 这么不礼貌的说话 就是 你必须这样子跟我说话 他说 必须 就像你过来戴口罩一样 必须 特别好玩 你看看的新闻就是 这个商店的人就说 你必须得戴口罩 然后这人就拿上 就把他打死了 对 我只不明白 你必须得负责你自己的生活 你必须得动一动 你自己的脑子 你不能靠别人 帮你思考事情 不管那个总统怎么说 你看到这个报道 你自己不懂得自己要小心吗 你看任何就是发达的国家 就是原来你看意大利 意大利比谁死亡的就是死亡率 比哪都高很多 高几十倍 但是它是小国家 它的人口不密 而且它还是传统村庄的那个结构 这个地方你要开一个小时走到那个地方 中间全是平的 没人没什么东西的 现在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 所有就是长途飞机 做生意的什么东西的 最高的就是美国 美国那个霍普金斯大学 那时候就是他们在疫情之前 就是还没有疫情之前 他们刚好做过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他们认为是全世界公共卫生系统 公共防疫卫生系统最强的 10个国家第一名是美国 但是你看疫情一来 就这个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样子完全 其实他都认为是这个力量是不对 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最好的 但是他们开始动手 开始进行就是就是这个事情 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那很多人没有医保呀 没有医保他不会去看 这个我觉得是小小部分的小事情 我自己感觉美国就是 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大意了 自由散漫时间太久了 嗯 他不能马上进入一个瘟疫的状态 是 其实你不能一概而论说美国人蠢 欧洲当然也不戴口罩 很多人都不戴 就是他一开始还不是一个蠢不蠢的问题 而是他们确实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不太一样 比如说呢 刚开始他认为说我只要跟你隔着相当的距离就没事 但实际上后来发现空气也可以传播 对吧 我觉得他有个过程的 到最后全世界的人才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口罩是必须的 对 在国外他就说你都不确定了 你今天跟我说是这样 你明天跟我说是那样 我应该信哪个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 他是说你也都不知道 你别一直在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规矩 什么规矩 明天是一个样子 后天是我赶不上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就是想说很多那些基督教堂他们就说 哦这个就是就是民主党的他就是要骗我们的就是就是反抗我们川普什么这些 我觉得这哎你要叫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这样的事 见到你们 见到昨天晚上见到义军 我的真实的感受 一年没见恍若隔世啊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这个疫情 我这个疫情在一个人在自家一个房子里 我一个人呆了200天100天没有下过电梯 外面的这个这个全市人民生活都正常化了 我连电梯我连电梯都不敢坐 我觉得我觉得电梯里就就就有病毒 我觉得我这样就我理智上 这人不能失去自我觉察的能力 我理智上知道这是不对的 那么后来就是你看这个对于焦虑倾向 这医生往往就是说啊 你啊得走出这一步 我记得在2020年5月5号这一天 你知道吧 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 你可以看看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哎呦 这样装扮比较显年轻 Single de Mayo is a party 好 你这你看 注意到没有我还背这个包 我这个包里呢 放着这个酒精那个洗手液 酒精喷壶 然后呢 I'm coming 拿这个牙签 看起来他们牙签还给断了 你知道吗 这电梯上来 一打开 我先拿酒精喷雾 七七七七 闪一边 然后 我第一天还是没赶进去 我在电梯门口 就这样如是重复了三天 我才进了这个电梯 看看照片那天 我专门拍下来这个照片 你看啊 你知道一百天你没下过楼 你的那个脚踩上了这个土地 感觉的啊 你一辈子看到最漂亮的植物 最美的 你再看 不是这都是我们楼下平平无奇的 所以你知道我一百年不发一次微博 你看我就甚至于发了个微博 他们说你干嘛照一个泥土啊 我给你们分享 你看我把最隐私的给你们分享 就是 你们要听我当时的这个声音 这个感觉 你听我当时说的啊 你看 太阳从这个柳叶间照进来 好稀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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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 真真亲呢 不是真新鲜呢 怪不得连坐牢的每天都得放风啊 嗯 我是把这叫结底气啊 你他慢慢的声音变正常了 对对对 以后要好好活着 你瞅着 是 是 一草一木都很美啊 我都快哭了 你看你想想 哎 看见个土壳了都感动 哎 阳光照在鞋上 都那么牛 哈哈 这个这个太阳太牛 对吧 哎 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感觉 你才知道世界的美好 如果我们 从这个世界就可以 变成更感恩我们一切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你走出了电梯的这一小步 你的千里之行 然后这一小步才有了我们 要往西走的这个千里之行 对啊 因为当时就是面临我们得做这个行天下 嗯 我跟你讲实话 我实在我觉得我连电梯都不敢下去 哎 为什么我就说可以公开的把这个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能帮助很多这样的人 你知道现代城市 从中国到外国 全世界很多人受到类似症状的这个折磨 你说他是多严重的病 那他应该去看医生 也不一定到那个程度 但是更我我个人觉得就是最糟糕的 也不是你有这个问题存在 而且是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而且你必须得藏起来 没错哎呀他说的太 所以要分享出来 我因为说实在的 因为拍咱们这个节目 我一连看了好几个那个疫情啊 抗疫的那个纪录片 哎呦天呐 我就是看一集哭一集啊 我就看那些那个那个医护人员呢 当时的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这边叫逆行者 我就会觉得也可能还有一个方法是 你不要光为自己哭 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哭 所以呢 从一点点勇气 慢慢的增大增大增大 哈哈哈干奶茶干奶茶 真的是都走过了各自的千里 才到了我一期 看现在碰了贝打都不用消毒了 直接喝 哈哈哈 哈哈哈都不消毒了 哎这有点不对吧 我那酒精呢 哈哈哈 别操 警察 么 粘子 都不想尽密